大家好,我今天不代表任何政府機關 也不是在帶領任何的活動,我只是在工期時間參加這個活動 一定要很粗淺的分享一些對於豐豐衛生的一點點的知識 今天有上大提到健保核散的問題,有些刷案 可能大家需要一些背景知識,知道說到底他講的健保點子還有核散這些東西是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我們都知道資源有限,慾望無窮 歷年的健保收支,收入一直增加,支出也是一直在增加 就是每年後期千億元這樣子 那如果說像一開始健保,他如果打算是做論量計策的話 就是做多少量拿多少錢,老王賣一個瓜可以賣30元 那如果他賣10個瓜的話,他就可以賣300元,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如果說老王,他賣一個瓜賣30元,他跟他的好朋友們總共賣了1萬個瓜給各地的鄉民的時候 那麼理論上應該是可以賣到30萬元 那可是今天這個制度是,錢是由政府來付給這些老王跟他的好朋友們 而各地鄉民不管買了幾個瓜,繳的買瓜費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老王跟他的好朋友們賣了1萬個瓜的時候 然後這個錢付得出來嗎?其實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這個制度上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是改用總額制 那總額制的意思就是領就這麼大 某個年度預計支出這麼多億元的話 這麼多的錢的話 那先把它框住,告訴大家 今年的錢就是這麼多 那今年的錢就是這麼多的時候 那醫療院所他們要領這些錢啊 那大家就會拼命的擠,拼命的報 那最後各個醫療院所申報的量 就會遠遠超過這個支出 預計的支出的量 那大家在搶限量,大家在拼命報自己的 這個就是申報自己的費用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樣子的事情 那這個中間的落差 我們知道說申多粥少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就是 你今天煮了這樣一鍋粥 但是要裝成那麼多碗的時候 那就只好就是多加一些水嘛 那有一句話 衛生署以前有一句話說 豆奶不夠就倒水 你煮了 你今天就是只有這麼多豆漿 啊不夠的話 那就倒水再來賣吧 好,那所以說 點值就是在這個理想 本來預計支出 跟實際院所申報數量之間 的這個差距 他必須要透過一個方式去轉換 那點值就是這件事情 如果說某一年他預計支出4000億元 那實際院所申報量可能是4300億元的時候 那中間他就必須有一個點值的轉換 就0.93 也就是說 院所他們申報4300億點 但是實際上總共只有4000億元 也就是說一點只有0.93元 不是1.1元 是這個概念 就是他是一個 在理想跟現實之間轉換的一個產物 那但是政府付的錢打了93折之後 老王好好的賣了10個瓜 可是他的黑心朋友 跟政府宣稱他賣了1萬個瓜 然後跟政府要這1萬個瓜的錢 那怎麼辦 這個朋友他心裡面想說反正他申報量很大 打完折之後還是可以領很多錢 把他的競爭對手老實的老王打趴在地上 那老王呢 老王心裡面會覺得說 連他這個同行 同儕 都不相信人家有辦法賣那麼多瓜 所以就會有這個機制 同儕審查來抑制浮爛申報的機制 我們看到右邊上面紅色的那個框框 就是可能會有浮爛申報多的那些 如果那些東西沒有被核刪的話 那理想跟現實之間的差距會更大 那核刪就是透過同儕審查 把這些不太可能發生 或者是不是很有道理 從他們醫學上來看 好像這樣子的申報不是很有道理的部分 給他刪掉的一個機制 那如果沒有抑制浮爛申報的機制的話 便所申報量可能會成長到很高很高很高 那這時候可能就不是打九三折 可能是打三折打兩折 或者最後大家就不玩了 這個機制可能就會崩潰 那他有提到一個放大核刪 為什麼被抽到發現申報不合理的時候 被扣的錢還要放大推估 因為是抽查嘛 就好像說我們看到一隻蟑螂的時候 表示其實可能有不知道多少 那這個抽查的比率或者核刪的比率 就是健保署他們各自 他的不同的項目可能會有不同的抽查比率 核刪比率這樣子 那這個總共全部放大核刪 我們說好像對一屆來講非常的痛 那這個金額就是根據媒體報導 衛福部長江秉皇表示 目前每年健保核刪金額大約一百多億 那每年核刪金額大概一百億 那可是每年健保總額是大約六千億 也就是說核刪的金額可能我們初略算一下 可能是大約六百分左右 那所以說其實今天網友們要關心的事情 可能是說要怎麼樣找一個適當的機制 來抑制腐爛申報 如果核刪這個方式不好的話 那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發揮 它原本應該要有的作用 又讓大家比較可以接受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好謝謝MH補充耳朵 謝謝MH補充